2018年10月24日,中国耗资1200亿打造的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运营。 然而西方国家想不明白,甚至称中国的港珠澳大桥工程是面子工程, 因为在上面通行的车流量一直都很少,连预期的一半都达不到。 那中国为何要修建这座无人通行的大桥呢? 港珠澳大桥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港珠澳大桥是连接中国香港、广东珠海和中国澳门的桥梁隧道工程。 位于广东省珠江口的林丁阳海域,是珠江三角洲环线高速公路的南环。 桥始于珠海红湾丽礁,一路穿越澳门人工岛和南海林丁阳水域, 最终到达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香港港口人工岛。 港珠澳大桥于2009年12月15日开工建设, 2018年2月6日竣工验收,持续8年零两个月。 桥隧工程全段55公里,主桥29.6公里, 香港至珠澳港41.6公里。 桥面宽度为33.1米, 是设计速度为100公里每小时的双向六车道高度公路。 自成立以来,港珠澳大桥创下了许多世界纪录。 与此同时,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最深处可达48米, 打破了之前45米的世界纪录。 此外,我们还运用了了城管隧道的概念。 类似于将车厢连接成火车, 许多海底隧道也采用城管隧道技术, 在水下提前组装隧道管断, 最终形成完整的隧道。 该技术诞生于1910年, 也是一个成熟的领域。 但我们打破了港珠澳大桥城管隧道每节180米, 海水量超过7.5万吨的记录。 对接过程也是最准确的。 最大的城管隧道, 在最深的水下完成对接, 误差应控制在2厘米以内。 什么概念? 48米的水深相当于15米的楼高, 2厘米的硬币大小相当于1美元的厚度。 在对接组装过程中, 由于城管隧道体积大, 海底水流不稳定, 克服了巨大而不稳定的水流阻力, 完成了如此精确的组装动作, 难度值得世界第一。 主体工程建设资金480亿元, 约42%由内地、香港、澳门政府共同出资, 其余58%来自银行贷款。 规划期间, 三地政府利用桥梁收入偿还贷款。 桥梁的主要收入来自往来车辆的过桥费, 过桥费的多少离不开交通流量。 港珠澳大桥的交通流量如何? 根据2008年编制的港珠澳大桥可行性研究报告, 大桥开通初期, 交通流量估计为9200到14000价次天, 而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7月10个月以内, 日均交通流量仅为3860价次, 仅为预期值的一半以下。 这会带来很多问题, 交通流量低导致过桥成本低, 作为桥梁的主要收入来源, 可能无法覆盖桥梁的支出, 一方面是桥梁运行维护的资金需求, 另一方面是工程建设中融资贷款的偿还。 还有, 你需要两个地方的车牌, 这个看似简单的车牌, 让很多人感到困惑。 两地车牌, 分为香港经大桥进入内地, 和澳门经大桥进入内地。 假设你从大陆到香港, 澳门去香港, 珠海和澳门大桥, 如果你想申请这样的车牌, 你必须先有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三年内要纳税一百多万元。 香港贫富差距严重, 本可与中国深度融合, 解决香港低端就业问题, 提高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 然而, 香港在这方面并不理想。 近年来, 香港的发展遇到了瓶颈, 这也导致了香港与大陆人员往来的急剧减少, 减少了港珠澳大桥的交通流量。 正如上面所说, 港珠澳大桥车辆稀缺的原因有很多, 根本原因是, 国家对两地车牌供应的控制和审查, 制定了严格繁琐的车牌处理程序。 当然, 初衷是观察桥碎工程运行中的安全性, 逐步探索适当的运行审批制度。 观察期结束后, 国家肯定会制定相关政策程序, 充分挖掘港珠澳大桥的价值。 如何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 一是适应基础设施和交通规则。 假设港珠澳大桥车辆络绎不绝, 珠海依托大陆也能消化港澳车辆, 不会对珠海的交通产生很大影响。 然而, 港澳的交通系统和停车场很可能无法容纳大陆车辆的飙升。 因此, 要提前规划和扩建交通基础设施, 特别是停车场。 同时, 面对两岸不同的交通规则, 要加快制定高效的交通规则, 及时向司机和朋友公布, 消除交通规则上的巨大差距。 港珠澳大桥建成后, 世界各国都在期待港珠澳大桥的热闹景象。 毕竟, 在连接澳门、 香港和珠海三个重量级城市后, 必须保证人流和交通基础。 然而, 人们没想到的是, 据相关统计, 港珠澳大桥开通一周年后, 总交通流量仅为157.72万辆左右, 每天大约有4000辆汽车经过桥面。 对于一些不太了解港珠澳大桥项目的人来说, 这个数字似乎足够好。 当然, 有些人可能会想, 港珠澳大桥车辆少, 会不会和收费有关。 答案并非如此, 根据港珠澳大桥目前的通行收费标准, 车收费150元, 公交车200元, 公交车300元, 普通卡车60元。 与其他地区相比, 这个收费价格似乎更高。 想象一下, 作为世界上最长、 最大的跨海大桥, 这个收费标准合理吗? 即使从旅游的角度来看, 港珠澳大桥上美丽的海景, 也会让很多人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二是桥梁城管隧道对接工程, 与人工岛工程相比, 本工程的施工量级没有那么大, 但施工细节是港珠澳大桥中最严格的。 幸运的是, 在无数优秀工程师的共同努力下, 对接终于顺利完成, 长度误差控制在5厘米以内。 最后是隧道开挖工程。 对很多人来说, 在海底挖隧道是不可思议的。 但事实上, 海底隧道面临的问题不仅如此。 以我们陆地上的地下隧道为例, 总有地下水问题需要解决, 港珠澳大桥的隧道也是如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程师们创造性地使用了 大截面曲线管木顶管施工, 长距离水平环向冻结和分布多部开挖。 最后, 地下隧道的所有相关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 事实上, 当美国人认为港珠澳大桥的交通流量太少时, 他们根本没有从中国的角度出发。 在他们看来, 大桥建成后, 建设成本必须在短时间内收回。 假如建筑成本无法收回, 那么资本投入浪费了吗? 在这一点上, 中国和美国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就港珠澳大桥目前的收入速度而言, 投资超过一千亿元, 至少需要数百年的时间才能收回。 但到那时, 桥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使用寿命, 即使真的恢复也意味着损失, 这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美国人只是看到了眼前, 现在车流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很多限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的发展, 相关的限制必然会随着时间的减少而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民通过港珠澳大桥的场景必然会震惊整个世界。 除了上述价值意义和潜力外, 港珠澳大桥的存在甚至可能影响不同城市之间的功能和定位, 同时推动港珠澳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珠三角地区的演变过程将更加系统和完善。 那时候, 也许纵观整个世界, 很少有经济区能与珠三角竞争。 如今, 港珠澳大桥已全线贯通, 作为世界顶级大桥, 这座大桥耗资一千两百多亿元, 但建成以来, 为什么不能通车呢? 桥面上真的没有车辆通行吗? 对此, 美国人开始大肆嘲笑, 称中国花费数千亿资金建造的桥梁, 是一个没有任何实用意义的面子工程。 看来, 美国还是把中国想得太简单了。 作为连接香港、珠海、澳门的跨海桥梁, 这座桥梁的建成将极大地促进三地之间的交通, 促进三地之间的交流。 只是因为目前受疫情影响, 同时通过港珠澳大桥需要三地签证。 事实上, 通过香港、澳门和广东的路, 战略意义非常明显, 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迫切需要打开世界窗口,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自由港, 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 不是劳动, 只能说因为一些问题没有关注, 只关注桥本身的工程困难, 不关注一些政策可能的影响。 首先, 关于桥的交通要求, 在讨论中没有及时协调, 桥完工后, 甚至没有提出一套完美的标准, 2017年, 桥上通行的车辆简直是趋值可数, 直到2018年12月, 第一批运营车辆正是从港珠澳桥, 然而, 这只是一个小问题。 如果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不能解决, 港珠澳桥只能成为一个华而不实的装饰品。 由于中国目前的香港和澳门通行证制度, 如果你想从香港珠海澳门大桥前往香港和澳门的特别行政区, 司机必须首先申请通行证。 由于应战时期左侧行驶的交通习惯, 香港的交通规则与大陆完全不同。 你必须有广东和香港的牌照, 车辆才能在香港和大陆之间来回行驶。 如果你不想挂两个牌照, 你必须办理一整套繁琐的手续。 经3D政府部门许可的单排车辆可以通行。 完成这堆手续后, 可以上桥的车辆必须等待配额。 只有配额通过, 才能真正完成。 从理论上讲, 香港、澳门和大陆之间的经济交流是密切的。 这个超级项目耗资1200亿元, 桥岁全长55公里, 主桥长29公里。 它应该是一个繁忙的场景, 经过8年才完成。 然而, 直到今天, 通过香港珠海澳门大桥的车辆仍然很少, 这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批评中国的原因。 他们认为, 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面子项目, 这是一个劳动人民和金钱的损失, 但实际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战略意义非常明显, 政策和整体规划带来的困难也可以很快地解决。